美美小姐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呢? 善美美聽她喊了驚,言不由衷 漢大人你只是舌歸願者 人家的心當然不是那麼舒服 管忠邪這時候 以為善美美已經完成任務 一過來和你認識 漢大人能使你眼高於頂 一隻孤方自想的美美小姐 生了妒忌之意,是人家真是好本事 我們整班兄弟都妒忌你呀 妖讓一番之後 善美美出乎眾人之外 說自己身體不適就先行忍退 一少了這個最紅的姑娘 唱平坤的兩兄弟興致大感 漢小龍要趁機告辭 那個桂宴都不知真情還是假意 將她一路送到戒門邊 千叮萬燭說她一定要回來找自己 逼她許下諾言 這樣才肯放她去槍平坤的馬車上邊 各位,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韓小龍偷偷地 將善美美敬上來的酒 就潑在茶几之下 一個肯定 你這杯一定是毒酒來的 當她以為逃過這次暗算 回到找藤易的時候 藤易聽完之後就問 你敢不敢肯定 你這杯毒酒一定會在田業之旗才發作呢 剛才說 我想以莫愕這個人的精明 她一定會預計到這一點 因為如果我提前讀法身亡 那所有人都會為 一定是類不為造的 但是 如果在田業期間 高齡軍起事 他們可以趁亂 將這件事算在高齡軍身上 徒先告訴我 莫愕做了批可以在水底行刺的工具 應該用來對付你和京俊 如果事後我就毒發身亡 那烏家想報復都沒有人可用 藤易聽到很火滾 誰有此理莫愕真是毒 如果我給他有命過了這三日田業之旗 或者跟他升 杭小龍忽然想起了什麼 面色一扁 哎呀 我們一直只想自己 我想我肯定莫愕的目標 還會帶他陸公和徐先 這樣就糟糕了 藤易聽到道級優良氣 你不必給你這麼大膽吧 平時他肯定不敢 但現在形勢混亂 又牽涉到高齡軍謀反 事後呂不為 可以將一切全都退在高齡軍身上 有心算無心 說不定他真的會得手 一想到這裏 他即時站起來說 不行 我馬上要去見陸公 向他提草發出警告 藤易就說 我看你還是去見徐先先 人精明 陸公白馬都追不上他 如果他相信你的說話 當然會妥善安排 那項少龍一想沒錯 馬上就帶上十八鐵位 即時去找徐先 徐先接見他的時候 微你一笑話 我早就估到少龍在田野之前見我的了 項少龍聽到很惡然 徐尚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們大秦自從秦木工以來 都已經成為天下霸主 可惜東尊的出路 一直被三進之人全力厄制 所以只能夠調過頭來 向西庸用兵 結果兼併在十二的小國 害撇了千里疆土 木工駕崩的時候 遺水流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經落在我們手上 但從那時開始直到現在 我們在中原那裏 都是一點進步都沒有 究其原因 是因為我們內部出了問題 如果我們自己夠強大 變外阻難 三駕分進之後 我們本來應該盛視而起 但是 偏偏幾十年之間 朝政經常出現錯亂大權旁落 一個君主被迫自殺 一個太子被他不可繼位 一個君主和母后一同被殺 沉屍甚冤 藝人的承著我國內亂 雷雙侵擾 使我們失去了何世之地 聽到這裏 康小龍有些明白徐仙的意思 也都明白 為何徐仙對呂不偉這個外人 這麼抗拒 因為 現在呂不偉正在走著 秦國以前這四十幾年來 內亂貧起的舊腦 無論呂不偉是否奪權成功 甚至是廢了小盆 最後的結果 秦國始終都不可以稱霸天下 這個才是徐仙最關心的事 徐仙意味深詳地對漢小龍說 我們床人和外面的犬庸之族 大家差得不是很遠 依舊還有很多以前的萬宜風族普立下來 幸好校工的時候 用上洋變法 嚴刑津法 使我們養成了受規矩的習慣 而且又注重軍公 只有對外戰爭才可以獲得著為 這樣才使我們大秦無敵於天下 但是現在呂不偉這樣一搞 他經常任用私隱 將陸國的褪眉之風引入我們大秦 小人當道 大家都喜歡吹鋒拍馬 這樣對秦國真是戒為不利 他那本女士蠢臭我看過了 如果上洋死而復生 一定會一把火燒了他 杭少龍現在終於聽到了 秦國除了陸公這個大秦主義排外者的動機之外 另一種意見 原來就是秦人思想上 和呂不偉已經南緣北截 有基本的衝突 呂不偉太過驕惑了 他接觸到的秦人 大多數都是坦誠純朴 不喜歡做什麼陰謀詭計 徐仙 陸公 黃吉 昌平君兄弟 安谷溪他們都是這樣 但是比較起來 呂不偉 莫傲 管中邪 路外 全部都是玩陰謀詭計 喜歡逢迎拍馬的義女 秦人之所以能夠無敵於天下 正是因為他們是最強悍的民族 所以 雙央就用紀律來約束他們 真是誰與爭鋒 但是現在 秦人的著衛 都要在戰場上一刀一槍地拼回來 但是現在呂不偉 一用毫無見樹的管中邪和呂鴻 對於呂鴻犯事之後 又得過且過 這些正是秦人非常深惡痛絕的 小盤用嚴厲的手段 處置了呂鴻 你這著 走得真是對 所以真正贏得了秦人的尊重 徐仙講到這裏 很有心意地看著漢小龍說 我不是因為呂不偉 不是我們大秦一族排斥他 尚君是衛國人 但我就非常驚重他 呂不偉 他真是作簡自負 以為害死大王 巡國的天下就是他的 但是盧天爺 還未肯捨起我們大秦 就是靖柱君這個名主 誰隨先就算粉身碎骨 都要保住柱君 直到他正式登上皇位 河少龍聽到不日都很驚 聽徐仙的口氣 形勢似乎非常危險 總而我都不擔心 問題是東郡民變之後 呂不偉派了蒙鵬和王格這兩個人 一齊去增加 一下子 將徑師附近的軍隊 毫不難抽空 現在 咸陽城附近只有禁衛都騎 都為之三軍他們支撐大局 形勢的危險 真是我們巡國百年未遇 河少龍走走眉頭說 據我所知 東郡民變也是高齡君和趙張旁戀兩人的陰謀 雷不偉沒有說清楚這件事嗎 雖然說話是這麼說 但是高齡君有多少筋量 十個高齡君都鬥不過半個雷不偉 而雷不偉的精明 又怎麼會到事發的時候 才猛延醒覺闖絕應付呢 河少龍聽到這裏 因著心頭冒起一股寒意 自己居然還未夠徐仙想得老道 徐仙 那你的意思是 這件事一定和雷不偉有關 只要他將奸細安插高齡君的謀神裏面 他就可以當高齡君是扯線公仔 做出這樣的形勢 在這段時間之內 只要雷不偉能夠將你和兩個副統領除去 那都其都為兩軍都落在雷不偉的手內 那時候你說會出現什麼情形啊 我只想想你今晚來見我 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不是雷不偉的人 以你的才智一定會發現其中不妥當的地方 小龍你明白了嗎 河小龍心頭暗叫一聲 哎呀真是險啊 原來自己一直都以為 已經贏了陸公和徐仙的信任 但是直到剛才呢 自己呢 依然還取得徐仙的完全信任 他仍然懷疑自己是不是雷不偉 一種非常巧妙的皮子 又或者是一個兩頭蛇 想你這裏 河小龍有點尷尬的嘛 多謝徐仙信任 但是 如果雷不偉手上有都其都為兩軍 他的目標如果是儲君的話 依然沒有人會肯聽他的命令的 哈哈哈哈 小龍的經驗還太淺了 除非雷不偉得到全部的兵權 否則 他怎麼會動儲君本廚頭髮呢 但是只要他能夠將我和陸公害死 就將事情拼在高齡分身上 那純國的天下 從不是他姓雷的嗎 無我又不用說 黃金這個胡桃蟲 在那種情形之下固掌難明 又加上有太后保住雷不偉 誰敢惹他呀 所謂先法者制人 後法者受制於人 他一日不死 我們謂使之有好日子過 大巡 也只能從討覆轍被斷神所害 所以 漢少龍聽到這裏幾乎新淫起身 在隨先的角度來說 這個策略是完全正確 如果現在先法制人 殺了雷不偉 那就一了百了 但是 漢少龍明明在歷史書上知道 在小盤登基之前 是沒有人可以要得雷不偉的命 如果拿不到他的命 那當然 就是自己對付他們的計謀一定會失敗 那這件事是怎樣逃得過去呢 可惜 他不能用這個理由來勸服隨先 難道告訴他們 喂 史書上說明 我們在這段時間是對付不到他的 一定要等正處軍登基才行 正確是頭痛之緊 隨先又說 現在只要正處軍兩一點頭 可以保證 雷不偉絕對留不到三日命 但是隨雙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後果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太后 夢露和道逼 其中最難搞的還是道逼 因為如果雷不偉倒台 他肯定會趁機擁立成橋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顧慮 先王過身的時候 我和陸公早就動手了 當然 還有皇家從中反對 所以我才希望由你來說服儲君 他現在最信任的人 就是你了 漢小龍說 不過我有另一個想法 首先 就要通過滴血認親 確定儲君和雷不偉沒有一點瓜葛 其次 就是殺死雷不偉手下的第一謀事 這個人一死 雷不偉又會變成一條無牙老虎 搞不出他去花樣的 第三 隨先揮手打電話說 你說那個人是不是莫顽啊 隨雙你居然聽過他 連這些本事都沒有 怎麼能和雷不偉作對 最好殺了管中邪更加妥當 現在的情形 是你防我我亦都防你 如果不是公然動手 哪個奈何得到誰啊 河小龍知道單憑以上的兩點 依然可以打動 這位有志有謀的秦國大將 跟你的細細聲說 第三點 我想把路外捧出來 跟雷不偉打對桌 只能拖到正儲君加冕那天 雷不偉這盤棋啊 就會輸 隨先整個人震一震 我不是雷不偉的人嗎 河小龍將計劃全部講出來 跟著說 我還提議 儲君給雷的位 安一個重負的虛陷 這樣就應安他的心啊 隨先聽完以後 心吸了一口氣 好像第一次認得 河小龍那樣 仔細地打量他回 看來講到玩手段 恐怕莫顽都要讓你幾分 難怪你有命留得到今天 河小龍暗叫慘悔說 好想我今晚喝少了一杯酒 要不然 我就不可以跟徐相講這句說話了 徐先生一追問 他才將今晚 在醉鳳樓那裡 幾乎被善美美灌了毒酒的事 講出來 徐先生聽完點頭同意說 你講得對 每天不殺這個莫顽 遲早會被害死 照我估計 你杯毒酒應該幾日後才發作 當時孝敏王 就是喝了女胃送來的藥湯 七日之後忽然呼吸困難 日色而死 從來沒有一種毒藥 可以在七日後才突然發作 雖然我雖然覺得這件事有挑剔 但也很難指證女不為樂的毒手 當然更加找不到任何證據 現在沒有人敢吃女不為送來的東西 不過真奇怪 當日害死孝敏王的藥湯 內侍曾經試飲過 但內侍甚至一些中毒的跡象都沒有 不過 韓少龍心想 看來這個莫顧的用毒功夫 比趙牧更加高明 要知道 即使萬性的毒藥 依然是有跡可寢 吃到肚之後又會出現中毒的症狀 又怎會有些毒藥 吞入肚內之後 七日才可以使人毒發身亡呢 就算在二十一世紀 這一點都很難辦到 咦 不是 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有些藥 外面會包了一層糖衣 又或者膠囊 吃到肚之後 要經過一段時間 他的表層被胃損腐食之後 毒藥才流寫出來 這樣可以致人於死命 一想到這裏 他心不甘一動 恨不得馬上回到醉峰樓 看看自己的毒酒潑下去 那種茶戟之下 會不會有一粒 包了一些保護物質的藥丸呢 如果能夠查清藥性 用它來反來對付呂不韋 豈不是更妙 徐仙見到他想著什麼 就問他說 你想到什麼呢 漢小龍說 我正在想著 如何請求徐相 暫緩對付呂不韋 徐仙小小說 我徐仙不是有勇無謀之背 小龍既然有這樣的妙計 我和陸公就不動手 但是如果你殺不死莫愕 這樣就輪到我們了 更好過被他用毒計害死 漢小龍趴發心口說 你十日時間我了 說不定 我以其人之道 還至其人之身 使他莫愕也都死得不明不白 一離開了徐仙上府 漢小龍馬上叫十八鐵位回去先 自己借著那套攀爬的勾索 施展開飛船走壁的本領 攀過高牆 跳進去醉峰樓的花園裡 這個時候剛剛過了二更天 醉峰樓呢 七八重的暖落 依然是燈火通明 生哥處處 韓小龍過了一陣 先辨認出本領邪 剛才招呼他的那一重雅園 依然是燈光火著 他不敢叫虎了 同時他的心也都覺得奇怪 難道自己走了之後 他們又用這個地方來招呼另一批人 好奇心一起 他馬上又借著夜色和花草樹木的隱蔽 無聲無色地喘過去 一來到接近的地方 突然心頭狂跳 原來在那一重雅園的正門外邊 有一批大漢的守護 其中有幾個 他應該是雷不惠的親徒 難道雷不惠是甚麼一鼠 他留神一看 只見遠落四邊 都有人巡邪守護 守衛得非常嚴密 但當然 難倒他的 一看清他形勢 他就選擇了遠落旁邊那一棵大鼠 攀爬上去 再射出勾爽 然後打橫跳上那間屋的眼面 然後小心翼翼 慢慢爬到雅園邊 伸個頭進去一看 一看之下 馬上雲飛拍散 手腳冰涼 幾乎屋頂就掉下去 原來 只見燈火通明的大廳裡 管中邪 莫傲 最風流的老闆 伍夫 還有今晚來陪 翰少龍他們的 歸宴和 善美美五個人 正是搬開了 翰少龍坐過的那張牆 幾 在那看著地上那塊酒職 伍夫 彈了一口氣 說 莫先生 真是奇謀妙計 先要我呢 給翰少龍贈送一件保密 使他沒什麼提防之心 又使他以為落手的是我們的好美美 誰知原來要他命的 正是我們的桂宴姑娘 望興熱真高明 管中邪真是心服口服無胡說說 最妙的是 這個小子 還以為自己逃過大難 沒喝到美美送上來那杯毒酒 誰知其實 真正要他命的 是桂宴姑娘的那一疊香蟻啊 哈哈哈哈 真是精彩 你眼看 翰少龍一定沒有再對我們有什麼防範之心 你條計 好計好絕啊 正這陣子 呂不愧春風滿面 神彩飛揚地走進來 哎呀 翰少龍聽了這幾句說話 簡直是撐木結舌 整身的血液都幾乎好像冰冰凍著那樣 這件事美美呢 好像御宴頭偉一樣 撲進呂不惠的懷抱裏面說 美美這次為呂上立了大功 你準備怎樣獎賞人家呢 呂不惠抱著她的腰大力拍一拍她兩肌屁股就說 那今晚我就好好的酬勞你了 哈哈哈哈 莫露也抱著龜宴說 雷尚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還有浩龜宴 如果不是靠她那條美妙的香舌 河少龍又怎會中計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你一下河少龍就知道自己真的中計 原來剛才人家善美美 現上那杯酒只是聲東激西 讓她一點都不為意 反而這一邊呢 那個龜宴射自己一口 可能在那時候暗中已經毒藥 在那條舌道倒進自己後巷之內 哎呀 你這條肌真的毒 想不到自己還是中了莫露的毒手呀 這時候憤恨到她呀 幾乎要衝去向雷伯伯撲兩刀 哎呀 你這下自己真的閉加火了 肚裏面居然有一顆隨時可以拿自己一條命的毒狼 在這個時代 又不可以開刀做手術又拿出來的 那麼河少龍豈不是會死定 只見這時候 雷伯伯抱著善美美 看一看那片酒織 又轉頭 望望大家哈哈大笑話 河少龍幾好自謀 最後也要中了雷伯伯的手腳 他還以為算了我們一著 等到他煙喉黏著那個毒狼 被那些藥液腐蝕開口的時候 他才知道怎麼回事呀 哈哈哈哈 河少龍聽我心一觸 如果剛才龜然疼自己一口 即是為了把藥丸黏在自己喉嚨裡 那即是說那顆藥還沒跌入肚 嗯 還有辦法 管忠邪說 美美姑娘剛才的表演才精彩 把藥而已 連我幾乎夠被他壓倒 雷伯伯伯趙勢 即親說善美美一口 弄到五五 近很像很灰氣 有些時間真是春意撩人 管中邪拍拍五夫的波求 你件事成功之后 五流主要做的那个官 一定是非同事无可 五夫多谢过之后 有一些担心的 那那粒药囊 会不会无意间被他吐了出来 归宴笑着 楼主你放心都行 那粒药囊都不知黏得几实 如果不是被他自己的舌卷过去 奴家真的不知怎么办 莫奥根就说 你那粒药囊最不好的地方 就会黏在杯底 如果不是 我们的小燕子就不用被家伙占便宜 管中邪笑着说 他只是占了小便宜 大便宜当然没有韩星做的 一时间 整间屋子都淫声笑语 韩笑龙这个时候 心急如焚 恨不得马上离开 想办法将那粒毒狼 在自己的烟口里勾起来 对方这粒子真的厉害 当时 自己忘情地和龟宴一吻 唇舌交纏之下 意乱情迷 便想得到 对方趁愿这一吻 将那粒拿命的毒药送进来 自己真的大意 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 识穿了善美美是他们的人 还要一番做作 哎呀 真是笑着人家了 雷那位笑着说 寻笑虎短 莫先生应该去小宴的香归那里 好好享受一下 原来自己呢 抱着善美美也走出去 韩笑龙知道再不会听到什么了 偷偷地立刻挑回乌府 当他回到乌府之后 说了这件事出来 曾经马上叫大家一起帮忙 找一条咬得乱的细细铜线 慢慢地向韩笑龙的烟喉那里 轻轻挖下去 终于 将一粒细细的 好像乌鹰大射的乌黑药卷 慢慢地在烟喉那里挖出来 哎呀 一直到现在 在旁边的逃方经浸 瀑布流丑那里 现在一起松一口气 抹了额头冷汗 韩笑龙就吞了两口口水 因为刚才 同线轻挂的时候 挂算了烟喉 一时间都说不出话 各位 若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讲到 韩笑龙终于在藤役的帮助之下 将自己烟喉那粒 好像乌鹰大小的小毒狼 挂出来 大家敢先松一口气 逃方仔细地看看这粒小毒狼 哎呀 这条毒计真是够了毒 他现在的黏力还真是这么厉害的 哼 你说如果有机会 将他送入网鹅的口里面 那真是以其人之道的环置 其人之身 精进听到走走眉头 他突然间说 三哥 你刚才不是偷听到 说今晚铝不韦呢 就抱着善美美 而那个默不韦呢 就去了归宴间房的 现在来天光还有两个几时辰 要杀死他 这个唯一的机会 这个唯一的机会来呀 唯一的幕后的烟喉那里 趁着轻轻松松等他独发身亡 那豈不是大败人心 杭小龙一听的心意都一动 那有什么好计呀 精进就摊开手掌 拿了一只黑色的树枝 这样的东西出来 得意洋洋啊 这个呢 是我以前在迷云树那里 坐下来的香枝 点着之后 烟椒吸入点点 就马上会纷纷欲碎 如果睡着的时候吸到它 保证挂个几巴挂不醒啊 三哥 你明白的嘛 杭小龙沉饮一阵 望着腾翼一眼 腾翼说 你这件这么好玩的事 不计算我 我怎么会放你 于是 三个人准备我一起 换上夜行衣服 无声无声感 就潜入最风流的东面 你在花虫之中 精进显然 来个这里好几次 是个色图老马来的 他说 竹林内有四座小楼 分别是住着醉风流的四个大家姐 就是善美美 杨玉 龟燕 和伯女 他们被人称为醉风四花 龟燕那座小楼 经过左边后边那座 只能够穿过这片竹林 今天有机会摸入里面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每一座小楼旁边都种了一颗香桂树 躲在那里异如反掌 藤玉走就眉头说 既然有女不畏在外 防守一定非常尖密 竹林呢 又不可以攀爬的 只要有人守着竹林的入口 那我们怎么进去呢 汉小龙就说 那明恩然是什么形勢 丁俊的苦笑 那依然是一片竹林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名叫竹林藏丘 只要过得到这一关 莫乌一定死定的 就在这阵时 一阵脚步声响 只见两个武士 担着灯笼走过来 一看就知道 是女不畏的亲律装束 一边走他们一边讲笑 三人平息静气 见到其中一个人说 嘴峰四花真是花容月貌 又够效 管大爷都动了心 哎呀在阳玉那小楼那里流缩 另一人说 听说还有一个叫伯雷的 不知道他今晚是不是都要陪人呢 如果没有的话 等我两兄弟过去服侍一下他就好 孙仁的大温说 你给得起钱呢 就算有钱人都未必理你了 走远之后 汉小龙的心一足 今晚我都见过韩厂 白雷培的应该是韩厂 说不定还有机会 说话未讲完 只令一阵人声响起 在前方院落那里传过来 其中有一个呢 忍忍若若认得出 正是汉小龙的老朋友 韩厂 还听到一阵女子的嬌笑声 不用说的 那个女子当然是白雷啦 同意说哎呀 那这阵人怎么还了个白雷呢 这阵时呢 韩厂那班人 已经走过来这条花奸小径 带头的 是两个担着燈龙的婢女 然后呢 就是四名韩厂的近伟 最后缅缅缅缅缅的 当然是韩厂和白雷啦 他们身后呢 还有八名亲兵互委 一看到这样的形势 韓少龙都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经转就非语言说 白鸣认得二哥的 韓少龙凌机一触 没错 二哥又可以无充太子丹的人 韩厂刚刚和他喝完酒 这个时候 韩厂已经几乎来到他们面前 正想向竹林走过去 藤逆即时解低背景 硬着头皮的在旁边一窜而出 然后细细声说 韩侯请留过 但太子叫小人有要事相顾 韩厂他们整班人都停下来 那晚趁病 见到那些人突然间救了出来 哼 就是什么来路 都露出戒备的神色 藤逆大踏地走上前去 众人见到他没有配件 但是 生得这么高大 依然是虎视三担 手都这么健病地看着他 韩厂就放开白雷冷冷的 但太子有什么要跟我说 藤逆一看 韩厂的手下怎么都不会被自己埋他们主旨身的 那怎样跟韩厂说这件事呢 他灵脊在旅 即时行你说 小人龙线 但是单太子价钱的又封账 然后 你这么快就不记得我吗 龙线正是当日 藤逆和汉小龙办的董马痴 一起返去韩丹城的时候 用了化名 当时为了斗李源的剑手 那边呢 汉小龙曾经派他出战 那时候他正是用龙线的名字 打败了李源的手下流无心 帮韩厂出一口气 韩厂对他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一听这个名字 马上已经醒起了 他呆了呆 马上就醒过来 哦 原来对方的汉小龙一忍 即时吓吓一笑 哎呀 记得了记得了 请署本侯 爷曼黑看不清楚 小女儿 你先回房 本侯马上就来 白雷又哪会疑心啊 钉捉了韩厂两句 就带了几个丫鬟走了 于是这魂有了韩厂的掩护 三个人马上 换上他手下的服饰 无惊无险 穿过了那片防守严密的竹林 就来到白雷住的地方 哎呀 更加幸运啊 白雷这座小楼 和龟宴那座小楼 他们的匹女 然后韩小龙那三个人 马上就爬上那棵香桂树 捏到龟宴那座小楼的瓦顶旁边 只听到里面 全是一阵阵的避寒声 如果轮到飞船壁的身手 韩小龙和彭逆两个都比不上京俊 只见他逗对机会 一穿窗门就已经进了房了 过了一阵 韩小龙他们听到 默默的避寒声 已经变成沉重的呼吸声 知道京俊得手了 韩小龙的示意 彭逆留在屋顶和自己打风 自己一翻身就端进去 这个时候 京俊正在床边 向他打出一切顺利的手势 韩小龙的心很欢喜 即时喘了过去 只见京俊掀开了莫无的口 韩小龙拿出那粒小毒丸 用那只鞭的铜子 送到喉咙里面 还用铜子压一压 知道痴实了 正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脚步声在门外响起 韩小龙京俊大吓一惊 即时就捐入床的屋头里面 只听了一阵敲门声响 外面有人说 莫爷 莫爷 雷尚又急事找你 这时候莫无归宴两个 因为中了那只迷云香 韩小龙心想 如果对面的人再叫得多声 里面都没有动认的话 说不定我入床来看看 很容易就会发觉自己在这里 他人急置身 即时伸手在莫无的脚趾 重重地捏了一下 幸好刚才经进的迷云香 只点了小小 见到莫奥昏了这样的算数 莫奥一捅 即时伸人一声就醒了过来 那个人在外面又咬了两声 但这个时候莫奥刚刚醒 他头还纷纷沉沉 什么事啊 叫门的手下就说 女相刚刚接到一件紧急的消息 正在楼下等候莫爷 还有管爷都来了 河小龙龙惊晋听到暗暗叫声 闭家伙了这趟 楼下这个时候 一定是更多人守护 那自己怎么走呢 幸好在这个时候 雷不白的声音已经在门外响起 我顶外边的大鞋艇等你 莫无退一退归宴 见到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才起身脚步不稳地走出去 他这魂真是抑了河小龙和郭京俊两个 即时在门边贴耳偷听 只听到雷不韦说 我刚刚接到消息 那个短命总的河小龙 居然去找了徐先生 来整个时辰 然后才回到屋府 莫先生 你以为他们会搞什么阴谋鬼计出来呢 莫奥显然 那些迷云乡 还搞到个头脑温温顿顿 脑温没有平时这么灵魂 新人说 不知是否开心那头呢 喝了两杯酒 我现在还有一点头痛 管中邪说 莫兄先喝杯解酒茶 顶定神就没事了 过了一阵 雷不韦又说 莫先生 可不可以肯定 杭笑龙的那个衰宫 会在最后一天填涅之旗才会毒发呢 那时候高灵军刚刚过来偷刑 如果没了这个掩饰 那谁都估到 是我们据手脚害死他 莫奥显然一口气 雷尚放心 这种药我找了十几个人去试了 保证在时间上会有什么差错的 管中邪笑说 没有了杭笑龙 他们一定阵脚大乱 而我们就准备充足 到时候我们先保住 储君和太后都可 等轮到陆宫徐仙的时候 就整凉桥 在水底将我们刺杀 干手正脚 谁会怀疑我们呢 雷不韦说 我最怕徐仙和杭笑龙 他们会先发祭陈 提前这两天来动手 那我们就要吃大底了 莫奥空有成竹 放心了女尚 一天没搞清楚 高灵君的虚实 他们怎样动手 免得我们这头一暖 赞益了高灵君 梁他们都没那么大胆 雷不韦说 现在我最头痛的就是正义 他好像一点都不知道 自己是我雷不韦的亲生不育 倒是朱姬的贱人不好 我几次催他和正义说清楚 他们一口拒绝 又不肯接受 封我做叶政大臣的提议 龙外真是没用 你近小事都办不到 管忠臣就说 我看关键上是杭笑龙 有他在这儿 太后就不用完全依赖女尚了 莫奥笑一笑 我忽然想一条 我们既可以讨太后欢心 又可以使他劫受女尚为摄政大臣 那就可以遮人耳目了 雷不韦听到好高兴就马上追问 莫奥笑说 照被太后知道女尚和杭笑龙已经前言尽色 这样就可以化除他心中的儿女 解开了这个心结 他的女尚就会言听计从 管忠臣听到有点不高兴 莫兄 你不是又要良容 扮成要嫁给杭笑龙那条路吗 莫奥笑一笑 管忍什么看不开呢 你不是要和一个只有三日靈的人 赚风下草吗 女尚 明天你可以请太后 亲自宣告三小姐和杭笑龙的婚事 同时将你封为摄政大臣 两件事合而为一 等于告诉太后 只要肯被女尚做到这个摄政大臣 她就会拿出自己最爱的女儿 来保证汉笑龙的安全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太后为了汉笑龙 当时会让步 最好就在路海身上 再下点功夫 汉笑龙现在还未知道 摄政大臣和丞相之间有什么分别 但照道理来说 她当然会有更大的权领 就可以削去小盆的自主权了 管中邪也没有再出声反对 雷不畏就说 你这条的狗狗 中邪 那你对梁又再做点功夫 这个女儿最听你说话了 上次你要他来大闹一场 他的表演真是精彩绝伦 汉笑龙还以为他真是反面 汉笑龙这么才知道 原来当日女良荣 入来大吵大闹 破坏婚姻的事 也有预谋 等自己一步步地跌入 吕不畏布置落的这个痕情 哎呀 你女良荣原来是个这样的人 那自己对他都不用再有什么联系之情 哼 到时候如果你女不畏 真的宣布自己和她的分事 好 那我一天玩一下她才好 也就等于向女不畏和管中邪 统伐一刀 女不畏就说 好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 就来天亮 不要打扰各位的蠢烧 汉笑龙一听这句话 怎么敢再听下去 即使芳芒离去 估不到 神推鬼拥之下 自己居然听到这么重要的情报 现在形势就立刻不同了 第二天未光 寒厂只要拖着疲倦的身体 掩护汉笑龙他们离开了最风流 在大街之上 大家才分道扬镳 一翻到巫府换过衣服 汉笑龙他们分头行动 藤逆经浚 先回到韬騎衙门先行布置 汉笑龙马上进去皇宫 途中又遇到徐仙的车队 徐仙咬了他上车 原来陆宫也在车内 大家就商量 如何应付雷不愧的办法 陆宫见到 汉笑龙两眼通红 显然整晚都没睡 又怎样摸头 笑龙辛苦了 汉笑龙李起雲就轻松了 虽然累些 但是心情愉快 徐仙仙都觉得奇怪 笑龙一副成竹在空的样子 不是有什么新的进展 汉笑龙小声 把昨晚的事情说出来 听到 雷不愧三人的阴谋物矣 两人大照精彩难得 陆宫就说 黏到喉咬的若远都被笑龙搞出来 看来老天爺对我大群的确是零眼相看 徐仙就说 既然是这样 现在我们是听笑龙的 用路外来制衡雷不愧 实行以独公道 说实话 雷不愧自觉的本事也有两度 被他得意多几年 将来处军登位 再收拾他就好了 陆宫就说 但是你这段时间 我们要抓紧军权 用心培养人才 将来对付这个家伙 就更加得心应手 好了 汉小龙说 我有个建议 叫做重用黄箭 随先笑着打听他的说话 这个就不用小龙提醒了 我们早就留心他 让他磨练多一段时间 哼 我今天真是有些老虎童 应该被这个年轻小子取代他 陆宫的心情也很好 他笑着说 那么小龙这一魂 是不是蠢得接收女良童呢 到时又说 即使雷不韦和管忠邪都很格 汉小龙就笑着说 这件事烦的应该是他们 徐仙就说 但是涉政大臣的权势非同小可 那时他等于是储君 没有他点头 什么证明都看不下来的 汉小龙就说 徐仙你还记不记得我提过重负的虚恨呢 如果雷不韦去找太后的 我就叫储君用这个虚恨来骗他 三天之后 望傲一归天 那时轮到他阵脚带恋 再加上路外又做了内事 雷不韦到那时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这时车队已经入了皇宫 三个人不单止释穿了吕不韦的继某 还反过来算了他一脚 但是心埋大怅 恨不得马上过了这三人 看恶人自有恶报这个大快人心结果 这时田业盛典已经在皇宫教场上展开 教场上精奇飘扬人马会聚 有份来参加田业的 如果不是皇后贵族 就是公兄大臣的亲戚家长 又或者各军各丸 选拔出来的人才 人人都着上聂装 在自己的旗次之下 壮男美女 一时间蓬勃朝气 人数大约有五千多人 一万个禁卫军分裂两旁 准备保护皇家前傅聂强 昌平军昌文军和管宗邪三人 亦都忙得不得了 维护长中秩序 汉少龙离开马车之后 騎上了疾风快马 带着十八铁位 这云真的心情轻松了 感受着大秦国如日初升的气势 其中在大旗上写着的齐子 至于河少龙记起了自己的老朋友田丹 他心不如是好笑 如果呂不韦说给田丹 自己已经收拾了河少龙的话 到时候田丹不仅会白欢起一场 还会疏于防范 弃自己更有可乘之机 徐线陆公 呂不韦 最有权力的名臣大将 聚入在检阅台的两边 好像田丹太子丹的贵客也在这边 突然就不见到韩厂 想起来 他应该今天就已经起程回国其他的人马之中 最触目的就是 仍然他们那班女儿军 几百个花枝招展 一身武装的少女 别树一次地夹在众男之中 突然还和旁边的好事的青年 对骂调笑 塞到满翔春意 嘿嘿 真是月目非凡 但是 最惹人注意的又不是他们 反而是自己的几位娇妻尾皮 好像琴青呀 几阴言他们 虽然他们没有其次 但是在几十名家将的护卫之下 站在一边 使得大家远近的人 不论男女都经常探头探脑 是看下他们个人的风采 几阴言琴青 当然不在话下 乌亭方和赵子 亦都是千宗选一的美女 而田征田奉 两个生得这么像样的 妈生姊妹花 亦都是非常引人注目 使得大家议论纷纷 杭笑龙即时拆马 来到这群娇妻美皮的旁边 小笑话 喂 人人都有自己的军名 你们这一对人是算什么军呢 几阴言他们即时甜蜜欢笑 所以琴青反应冷淡 太后特别吩咐 要我们这三天都陪他行念 杭大人 你说应该算什么军呢 杭笑龙见到他神态冷淡 知道一定是因为自己上次整理了他 所以他就激怒了自己 如果这个时候再向他调笑 赞得他对自己的灯淘浪 只是一些鄙视之心 只要淡言一笑 没答他 就问乌亭峰和赵志说 是的 我个乖仔宝怡呢 乌亭峰非常兴奋 我真的想抱他一起去打猎 但可惜呢 怕他受不起风寒 只要留在清姐那里 让奶妈照顾他 所以他在调笑之间 突然间 此天一阵鼓声急响 小盆和朱姬 在一班禁卫军的促勇之下 登上一检阅台 全场马上宿正 一起大叫一声 我王万岁 田业 终于在万众期待之下开始了 这支田业的队伍 连连十几里声势浩荡 沿途呢 都有刀骑兵的手在路边 防范厌密 为了显示勇武国锋 小盆朱姬的一律骑马 由禁卫在前面开路 带头向田业墙直开过去 呂不韦 徐仙 陆公 黄焕 蔡策这班公卿大臣呢 就陪伴了小盆和朱姬左右 河小龙陪乌廷坊走一阵 李仙特地找他 两人离开官道 在旁边慢慢走 河小龙看下他说 李兄今天的心情似乎多好 李仙领领头 唉 是苦中作乐 你三人 虽然是甜脸 但是爱慈内将来 鸡重重 我的心情怎会好得去哪 杭兄 你昨晚一定睡得不好 凉眼之间红筋蜜布 而且声音有些干净 真是使人担心 康小龙就说 我根本都没睡过 又怎会睡得好 还是不好呢 至于声音有些沙啞 在喉咙被人刮伤了 不过没了这个伤 那我就没一条命了 于是简单地将昨晚 惊险刺激的经过 说了出来 李仙听到 哎呀 一时间都不知道多兴奋 一会儿我就告诉郑柱君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韩兄 难怪刚才 雷不韦来向太后和柱君等告 说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韩兄 还请太后和柱君作主 太后当然高兴了 柱君和我呢 觉得很奇怪 哈哈 原来其中有些 那么微妙的情形 啊 黄兄 你千万不要拒绝啊 啊 哈哈哈哈 两人都齐心笑了上来 各位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轻日再说 等下 下来 上回我们说到 康小龙这边和李斯朝阵 在那边呢 观宗茶在后面追上去问 康大人 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深神荒忽 康小龙一想 嗯 趁机整关你都好 于是和李斯打了眼色 说 本大人借一步讲说话 你才即時明白 借地已走開了 管忠邪覺得奇怪 漢大人你有什麼說話要跟卑職講 漢士龍嘆一口氣 剛才你掌事來告訴我 說女相有意將三小姐下嫁於我 說不定今天就會入太后正式宣佈 但我知道三小姐傾心的是管卿 坦白一點來說 無論將來我和管卿確實有什麼立場 但對管卿的見術和胸襟都是非常佩服的 我也不計較 第二天會不會因為立場不同 而要和管卿明刀明槍地盤個高低 不過現在只要管卿一句話 我漢士龍馬上向太后和儲君表明立場 不敢擔心三小姐的終身 管忠邪雙眼 本來晶蒙閃閃 但聽完之後沉淫了很久都不出聲 面上露出非常複雜的神色 漢士龍看你也心中佩服 因為他本來可以一口否認 那麼自己都沒有他服的 但這樣就顯出 管忠邪睦大眼說大話的卑鄙小人 現在的形勢真是非常微妙 除了局中人之外 誰都搞不清楚現在到底是什麼形勢 大家都心知肚明 裏不畏這一邊和河少龍 欺騙的人世不兩立 大家都要挖空心思 置對方死地了 不過暗中來就行 表面上大家還是非常親熱 像太平無時一樣 但是現在在管忠邪眼中看來 河少龍這半隻腳已經踏入鬼門關 誰都救他不了 只不過 河少龍自己以為已經避過大難 所以河少龍現在這樣表白心跡擺明 是不想跟他爭的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 河少龍是真英雄 不會因為管忠邪曾經用鬼戒來害過他 而用力量用來打擊自己 那管忠邪又怎會不殘契呢 河少龍看到他的表情心中暗笑 等著他看看有什麼反應 管忠邪過了陣 忽然苦笑 大話我管忠邪就不想說了 不過三小姐嫁給河欣這件事 不是我可以作主 也不能因為我而破壞 所謂有所求就必有所失 人生就是這樣了 三小姐的年紀上輕 皮姓有時大些 希望河大人可以使他禁心相從 但是河大人千萬不要作為這件事心煩 說完以後一聲告罪 拍馬而去 河少龍在心裡嘆了一口氣 剛才說得沒錯 管忠邪這個人真是太無情 不是正人君子 就算對著自己這個在他眼中認為已經是必死之人 但是一句老實話都不肯說 可見他這個人是幾甘無情 不過這個也是河少龍預計到的 三天之後 河少龍還未死 而呂良庸反而成了自己未過門的妻子 偏偏還是管忠邪勸呂良庸來接受這個安排的 那時候看他管忠邪那種悔恨法會變成怎樣 當年自己從他師弟蓮俊手上 將烏廷風和趙雅都橫刀奪過來 使得蓮俊就失去理智 進退失去 結果 被河少龍趁機諸取 想不到從一的情況 也都在管忠邪身上出現 到時候 他知道自己已經釋穿過雞某 而呂良庸 又沒有辦法一定要落在自己手中 那他管忠邪會採取什麼激烈的行動呢 想到這裏 剛剛好 他追上幾陰然 忽然想 呂不惟有莫惡這個無事 自己也要找回頭腦精明的人 幫自己量一下想辦法 那幾陰然起不是最對 啊 自己為什麼一直都放著他這麼精明的妻子 不叫他幫忙呢 但是這個時候 琴青和紀燕賢 他們幾個女孩子 和朱基走在一起 談笑甚歡 項少龍怕見到朱基 或者跟在後面找機會 在這個時候 突然聽到有人叫 項大人 項少龍轉來一看 看見路外離開內市的隊伍來到自己身邊 項少龍 即時一言說 路大人神采飛揚 一定是官運亨通 路外押下聲說 這次呢 我全靠項大人口哀啼愧 柱君更加講明 是漢大人全力舉戰小人的 哈哈 柱君這兩人 就會正式任命小人做內市 以後跟漢大人合作的機會 還有很多啊 漢少龍知道他感激的說話 這次是出自真心 對路海來說 他要的只是權力財富 便使你服侍的對象是誰呢 以前是要聽呂不惠的說話 只不過是為了得了一個機會 對他這種寡情薄義 心獨如禽獸的人來說 是怎麼會練著呂不惠的舊情呢 漢少龍細細聲問 呂尚知了這件事嗎 路海很生氣嘛 哼 他昨天才知道 還在太后面前大發脾氣 幸好太后呢 將他頂了回頭 漢少龍聽到他轉得很惡言 啊 路兄你升官發財 那他應該高興才是的 他有什麼反對的理由呢 路海就說 哼 他當然不會反對我做內事啦 即是說我因為犯事入宮 現在年升幾級 一定會招來很多閒言閒語的 哼哼 講到底啊 他哪想我好才可以啊 正是想我一輩子都做他的勞卜而已 漢少龍聽到他這樣說 在他的心暗暗歡喜 知道路海和呂不惠的矛盾終於激化 他說 路兄放心 我已經在徐相和上將軍陸公面前和你打點過 他們一定會支持路兄 路海聽到 我漢少龍居然為自己做了這樣的事 哎呀 恩怨目更口外 那真是 真是 唉 漢少龍就說 呂不惠的人就是這樣的啦 你的官越大 太后和儲君越體重你 他就會妒忌你的啦 不過路兄放心 一天他脫不住我漢少龍 都還沒空理你 路海聽到整身震了震 即時露出心思的表情 另一邊走開去 來到田業大會摘營的地方 漢少龍定神觀察到周圍的形勢 現在雖然不是行軍打仗 但是秦人出兵立營 都是依據軍批兵法的 陸國之中 秦國人是最重視武力的 男女老友是自有雜母不在話下啦 對於行軍報陣 也都是個個熟悉的 這處地勢平坦 平原廣闊的無險可守 所以現在報的是方營 小盤這個儲君 他所佔據的木債是中軍債 屬於指揮總部 債內有二十個營將 小盤朱基兩個大將居中 其他營將住的是王族和內士 又或者像秦青這類身份特別的人 以木債為中心 在山丘的左右兩邊是左右餘口 分別由昌平均和昌文均 使用禁衛軍駐守 由小盤直接掌握機動的兵力 屬於負責保衛中軍安全 其他人等 分東南西北四面 布城方鎮 眾星拱躍地圍著中軍作為護衛 至於 漢少龍的刀騎軍 在遠方設形 遙遙保護整個方形 有些像樹邊放壽的味道 除了中軍之外 其他形象都是十個一組 每一組都留下可以供八分馬並排辭情的走道 每一組中心地帶 留下一大片空地 設有馬欄和練習騎射的廣場 被打獄的人得閒的時候 練習騎射的本領 就好像一個遊藝大會一樣 這時候 來黃昏的田業時刻 還有兩個幾時辰 人人都慶高采烈 聚集在六個大廣場那裏 大家在玩 黃昏下面的主廣場 就變成了 形形他們這班女兒軍的天下 有心要追求這班刁蠻女的年輕貴咒 也都湧來找機會 他的盛況就不是其他騎射場可以比擬了 一時間 人喊馬西 響至三千多個形象的上空 幾年 這時候已經知道近日發生的所有事故 他微笑著說 高靈軍如果他們來偷影 一定會先派人 蕭王族的營將 和離河水最遠的營將 這陣子吹的是東南風 火勢一起 我們唯有渡河去對岸那裏躲避了 漢小龍望下 渡河的兩道木橋 心裡不敢一寒 心想 如果這兩道橋被人破壞了 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就算洞橋還在 一時間 都不能讓這麼多人到過 所以登上橋的人 就只能夠各自游去對岸 在這麼問念的形勢之下 雷不肥要刺殺幾個人 的確不是艱難 可以預見 到時候管中邪就會大發神威 雙榮鎮定地指揮掩護著朱基和小盤 在橋上撤走 而漢小龍那時候 剛剛讀法身亡 事後管中邪還會立大功 莫傲這條計 真是讀到無懈可擊 這時候 正是春雨綿綿的時之 放火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有高寧軍這個內奸 刑將只是設在皇帳東下方的一個刑將之內 要做些手腳輕而易舉 所以這個辦法的確是非常可行的 尤其那時候 正是田野的重頭戲登場 大部分人都在西山狩獵 防備之心這時候是最弱的了 結盈的最佳時刻 如果昌平軍兩兄弟都被人做低了 可能禁衛軍的指揮權都被呂不韋搶過去 那時候 他就真的可以為而所欲為了 漢小龍倒抽良戲 因然你真厲害 一眼就看出高寧軍和仔 所以我們只要監視高寧軍和呂不韋 看他什麼時候在皇族的形象那裏查上火油一類的東西 就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準備發動偷襲了 他們兩個一邊說 一邊來到下面的大廣場那一樹 這時候呢 瑩瑩和一班女兒軍呢 正是表演戰術 好多人圍觀在那裡 黑尾鼓掌 三支勁戰連珠進發 正中三百步外的戰靶紅心 在旁邊圍觀的近千名男女都一齊喝彩星四起 瑩瑩得意揚揚感 環視全場說 下一個輪到誰啊 那幫男仔呢有心追求他們 當然想演一下 但是豬肉再淺 如果自己失手 比不上瑩瑩的話 那就當場出醜了 一時間很多人都不敢出聲 管中邪哈哈一笑說 我們女兒軍的首席射手神戰一出 哈哈哈哈 還有誰敢來獻醜啦 瑩瑩等了一讚相 即時飛了一個一記眉眼 看到整班公子都深深妒忌 但是也沒有人敢冒險一試 這個時候 韓少龍剛剛來到落馬 見到瑩瑩的戰法這麼厲害 自己都不敢度級優良氣 要射中紅心呢 他自己都可以扮到 但是三戰連珠齊發 那就真的沒什麼把握了 難怪你仍然居然這麼自負 那幫女兒軍見到漢少龍 都露出了很不適的表情 但是見到幾陰言的時候呢 又露出非常羨慕又妒忌的神色 陸單兒走出來說 韓統領你的腳傷好了沒有呀 聽說你擋箭的劍術天下無傷 不知道你笑 坐著你 接著他 看著他 看著他 這些世帽子 看著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